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26日 昨天我詳細穿了一個破障 告訴大家香港的官員 立法會議員 親建制的學者 最近不約而同附和教科書 散改了歷史 教科書說香港只是殖民管治 不是殖民地 甚至是劉兆佳教授 劉兆佳教授是港澳研究會的副主席 是北京的喉舌 他說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說法錯誤 僅容忍英國管治香港而已 所以香港只有殖民管治 就沒有殖民地 因為主權一直在中國 在大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這個說法當然是錯誤 我找了數以百篇相關的報導 在1980年代的時候的報導 譬如說1982年11月3日 習近平總書記的父親習仲勳 這個中共元老 他曾經說過 他說收回香港主權後保障一國兩制 一切制度不便保護外國人和中國人在香港的合法利益實行 一切的政令將有利香港的繁民穩定 我找到不下數百篇 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鄧小平 是胡耀邦、趙紫陽 還是全國政協鄧穎超 以及全國人大的文件 通通都是用收回香港主權的 所以劉兆佳現在說 收回香港主權說法是錯誤的 這個跟中共在70、80年代的時期 論述完全是矛盾的 所以在習近平新時代就說收回主權是錯誤的 但是習仲勳在1982年的時期 多次說到要收回香港主權 為什麼要收回香港主權? 因為香港的主權在英國人 是英國的殖民地 但是劉兆佳就說 香港不是殖民地 只是殖民管治而已 基於這種說法 我又再做一些考證 這個考證劉兆佳這種說法 到底符不符合事實呢? 原來在1997年的6月份 香港中文大學有一本雜誌 叫做《21世紀》 我自己在這本雜誌裡面發表過多篇論文 劉兆佳有一篇論文 就是香港人或中國人 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這篇文章是研究身份認同的 裡面多次提到英國 跟香港的關係 這裡寫得很清楚 劉兆佳說 由於絕大部分香港居民在血統上為華人 香港因此可以稱為華人社會 香港雖然在一個半世紀以來 是一個英屬殖民地 劉兆佳自己也說得清楚 香港是英屬殖民地 是英屬香港 香港人是英屬的子民 我們擁有的護照是英國屬土公民的護照 是海外公民的護照 所以這裡第二次用了 97年後保留香港人為英國殖民地 有55.1% 是英屬殖民地 第三次 裡面也提到 1994年調查 絕大部分香港人支持97年後保留香港為英國殖民地 所以劉兆佳自己的論文裡面 無論是引述還是客觀 還是他自己說香港是一個英屬殖民地 所以我這個考證破障 告訴大家 最近劉兆佳這種說法 他說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說法錯誤 這個很明顯是跟中共80年代的時期 所有的文獻是不一樣的 而我最近留意到 一些《日報》、《人民網》 引述80年代的時候 那些領導人以及中共中央的文件 都故意刪去了收回香港主權 只是說收回香港 因為收回香港主權 這是歷史地發展出來的概念 就是後來刪改以前的歷史 因為收回香港主權和他現在這種政治論述 是有矛盾的 這就是第一個考證 第二個考證 梁振英最近又有一些偉論 梁振英說什麼呢? 梁振英說香港從來只是經濟城市 而不是政治城市 這種說法是不是合乎歷史事實呢? 我又做一個破障 香港不是要做西方的民主示範 香港的定位不是政治城市 而是經濟城市 這是初衷 香港的初衷是經濟城市 而不是政治城市 這種說法當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這就是香港大學的文獻 香港大學裡面孫中山 在1923年 在陸又堂進行了一個演講 當時叫做香港大學大禮堂 後來就叫陸又堂 這個演講 清楚明白地寫 這次回香港 愚返自己家鄉一息 從前 因為從前在香港大學讀書 其教育在本港得來 今天成此時機 答覆各位一句 此句何雲? 即從前人人問我 你在何處及如何得知革命思想 今天直答之 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 回憶30年前在香港大學讀書 功課完後 每出外遊行 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 給諸我閉一香山 香山就是後來的中山 大不相同 吳於每年放家 必返鄉二次 每次約數星期 覺得鄉間在本港確大不相 在香港是學得革命思想的 所以 這是孫中山講得很明白的 如果沒有香港 就不會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 沒有楊渠運 沒有六號東這些人 最早的起義 沒有他們最早的起義 後來的辛亥革命 自然不是在時空發展而來 所以梁振英就說香港的初衷是經濟城市 而不是政治城市 這很明顯不符合歷史事實 香港從來是經濟政治雙軌的 這是第一個歷史事件 第二個歷史事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中 是最重視的一場政治運動 叫做1925年的619省港大罷工 這是抗議 日本又發生了一個五三橙案 這個虐殺我們中國人 支援上海人民反帝反鬥爭的政治大罷工 就在香港和廣州發動 主要來自香港 在6月19日香港海原、電車工人、印刷工人 首先罷工 罷工人數達到25萬 由於香港人罷工 引發到廣州人都罷工 廣州人罷工 導致西方殖民管治者震撼 因為他們來香港做殖民 主要是為了和廣州通商 因為廣州是中國經濟的命脈 由廣州再上到上海 再上到北京 基本上路線是如此發展的 就是積極的支援省港大罷工 導致全國人民極為憤怒 中華全國總商會再配合罷工 在廣州也罷工 在不同地方也有罷工 所以這個省港大罷工 導致 不要說工沒得回 廁所沒有人去清潔 垃圾糞便沒有人打掃 香港變成了臭港、臭港和死港 但是 這種犧牲 導致西方人在香港有極大的損失 每個月損失英國人2.1億元 這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這個損失 喚醒了更多中國人積極和西方帝國主義鬥爭 形成了後來1927年 蔣介石北伐統一中國的一個先聲 後來也壯大了中國的左派勢力 所以香港是整個30年代 20年代以後 中國大陸左派風潮 罷工運動 共產革命的一個重要的誘法劑 沒有香港的省港大罷工 共產主義的發展當然不會這麼厲害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大家都應該記得清楚 就是1967年的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香港 就是又紅又尊 反直、反帝 反西方壓迫 這是中共的定義 當然就是在街頭扔菠蘿 土製炸彈 炸死年輕人 炸死小孩子 用汽油彈去襲擊 這些就是1967年的時期 到了1989年 全港人民支援北京學生愛國主義運動 這也是壯闊波蘭的運動 香港籌得很多的善款 由李卓人等人帶上去北京支援北京學生 所以香港的連結從來是經濟、政治相連結 而不是 好像梁振英所說 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 而不是政治城市 如果過去那百多年香港沒有政治影響力 香港只是一個經濟城市 香港的歷史地位 就不會是今天的香港 不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香港 不會是中西文化橋樑的香港 不會是革命的發源地的香港 不會是推動大罷工的香港 更加不會是支援外國運動的香港 所以香港的歷史地位從來是政治經濟相軌 現在他們試圖散改歷史 就告訴大家香港的初衷是經濟 初衷無疑是經濟就是英國殖民主義者 殖民被總督的思想 就是借香港做殖民 然後就發展經濟 跟廣州通商 這是香港的初衷 但不是香港人的初衷 香港人的初衷就是政治經濟相軌 利用香港這個地方擦反中國大陸 發生民主思想 以及後來的罷工思想 後來的外國主義運動 從來就是我所說的香港就是吸收西方 輻射中國 他的歷史地位就是如此 如果沒有這個歷史地位 純粹是一個經濟城市 香港和深圳有什麼分別? 香港和廈門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只會淪為二三線的城市 因為全國的人才都會聚在深圳 上海 何須要來到香港? 如果沒有分別的話 為什麼要來香港? 所以范徐麗泰就說 香港的將來不在西方而在中國 就是跟中國一般的城市並沒有分別 並沒有分別 沒有需要的香港 香港沒有絕對的地理位置優勢 沒有絕對的人才優勢 人才外流 內地的人才 千人計劃那些就遷去北京、上海、深圳、廣州 深圳又孔雀計劃 吸納全國的人才 全世界海外華人的人才 香港和什麼競爭? 香港房價這麼貴? 香港的生活壓迫這麼厲害? 香港的生活指數這麼高昂 如何跟人競爭? 所以香港就是政治經濟相跪 香港歷史地位如是 茂茂然放棄這個歷史地位 等於放棄祖宗基業 祖宗基業一旦荒廢 香港只會變成南深圳 變成新時代深圳市的香港區而已 這就是殊不可惜 但是香港人在哪裏 香港就在哪裏 所以香港人到海外 仍然能夠將香港以往百多年的精神傳統 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我昨天提出了 我說是不是應該要一起去 看看有沒有相關的學者、有志之士 一起寫一個香港偏年史 但後來我發現原來有人在做香港偏年史 但是香港的歷史現在他們有系統地去歪曲 其實就是不容 讓這種情況 視若無睹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做些功夫 可能偏年史既然有人做 我們就未必做同樣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方法呢? 譬如說 以前《知智通鑑》 《知智通鑑》有記事本末 《知智通鑑》本身是偏年史 但是記事本末看比較容易讀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還是寫記傳體 《史記漢書》這些就叫記傳體 就以人物為主 譬如說可以港督 彭定康列轉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可以放在什麼列轉上呢? 就是皇后列轉 還是賊臣列轉 這些就有待大家去研究了 這是一個方法 還有不同的 我覺得如果要寫就應該要 合縱人之力去寫 我一人之力就做不到 所以我詳細就會想想如何可以寫定一些規則出來 原來有一個開放的地方 可以讓大家一起去寫 一起去寫 當然我會做編輯 如果有十位八位學者一起迎頭 就可以寫大規模一些 如果不是 就是當年孔子鑄春秋 亂神拆紙句 如果能夠做到一些這樣的功夫 我覺得是有益於世道 有益於後世 讓歷史的真相不止於完全煙末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我的視頻因為搬家之後 出片量少了很多 所以它的推送率低 希望這幾天的視頻如果大家還沒看 都幫我按一下 按Like、Subscribe、Share 這段視頻如果覺得有益的話 希望大家能夠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喚醒更多人知道哪些人在說謊 OK 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